第38集 秦德想到那日自己和风玉子猜测杀手流星身份的场景 这杀手流星怎么会有延迟全套 不是羽儿才有的吗 难道秦德心中一震 不过羽儿没有真气啊 五行此时已经大怒 身形一闪便出了过来 同时单手一指 他原本的飞剑便立即射向秦宇 秦宇被那刀器破了腹部 伤了要害 根本来不及躲闪 一道飞剑几乎在秦宇抓住短刀的一刹那 便刺破了秦宇的胸膛 刺破了他的心脏 同时 同时 流星泪发出一道道清流 不断涌入修复 可是心脏是人体要害 父王 秦宇对着秦德努力挤出一丝笑容 此刻 他的声音已经恢复成了本来的声音 什么 秦德脸色终于变了 这杀手流星 真的是自己的儿子 再见了 现在看来 我还 我还是 有点用的 秦宇努力挤出笑容 然而 胸口处的重伤 却让秦宇脸上肌肉的微微抽动 突然秦宇眼中出现了一丝决绝 以及凶狠 哼 两个一起死吧 无形已经到了 秦宇猛然仰天长吼 脸色猙獰起来 原本抓住短刀的双手 速度达到极限 只看到两道模糊的龙爪影子 秦宇提表的一百零八道气柱 都是一阵急促流动 秦宇的双手速度之快 甚至超过了刚才短刀的急促飞行速度 直接刺入了五行胸膛中 秦宇右手猛的一抓 五行的心脏 便直接被秦宇一把捏碎了 怎么 可能 五行瞪大了眼睛 看着刺穿自己胸膛的双手 一脸的难以置信 刚才的飞剑 已经刺穿了秦宇的胸膛 而且直接命中心脏 即使是修真者 也要立刻死去 可是秦宇为什么可以坚持如此之久呢 五行根本不知道 秦宇一受重伤 那流行泪便急切发出道道清流 不断融入心脏中 这才让秦宇多坚持了一段时间 发出了这最后一击 师弟 武德一声狂吼 忽然一道灵力的音效声响起 一道流光从九天万米高空冲了下来 正是小黑 小黑飞得太高了 当发现秦宇遇到生命危险 已经来不及冲下了 此刻 他一边急速冲下 一边发出疯狂的哀鸣 秦宇心脏被刺穿 即使是流行泪 也不可能一会修复 秦宇只感到 眼前渐渐黑了下来 也无法呼吸了 他知道 他要死了 秦宇的眼神 渐渐暗淡了下来 他快死了 同时 他的身形也开始变化了 恢复成原本秦宇的模样 此刻的秦宇 无法继续保持 一行换骨的样貌了 看到秦宇身形的变化 秦德只感到自己的心 痛得揪了起来 眼泪根本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秦宇看着秦德 脸上竟然有了一丝笑容 而后 眼神便完全暗淡了下去 要死了 秦德全身一震 仿佛整个人 都被雷电击中了一般 可是你不给我机会 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你只会说 我参加一点用处都没有 父王 你连机会都不给我 为什么敢肯定我没有用呢 为什么 我就是没用的 最没用的一个 无论我如何的努力 无论我修炼到什么地步 我永远都是最没用的 多好笑 这么多年 我修炼什么 我修炼来看什么 我修炼又有什么用呢 过往秦宇的声音还在耳边 秦德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 他清晰地记得自己的儿子 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 秦德仰天长吼 悲痛至极 此刻 整个天空陡然出现了暗红色 就仿佛一开始天结一样 然而此次覆盖的面积更加大 一眼看去 整个天空都是暗红色 暗红色中央 则是倒倒火红色云朵 就仿佛节云一样 小黑羽翅展开 一把将秦德扇到一边 不断哀鸣着 小黑的鹰眼中 流出了滴滴珍珠般的眼泪 然而 秦宇已经一动不动了 秦德被小黑扇开 却是瘫坐在地上 天空中火红色的节云 猛然一声雷响 一道极为粗大的光柱 从天而降 那光柱估计需要三四个成年人 才能环抱下 那巨大的火红色光柱 便仿佛天雷一样轰下 目标正是秦宇 此刻秦宇的双手 依旧插在已经死去的五行的胸膛中 而小黑则是用羽翼紧紧抱着秦宇 即使天空中恐怖的光柱轰下 他也是一动不动 光柱轰在了秦宇等人身上 这光柱那么粗大的范围 将秦宇五行以及小黑 全都包裹了 羽儿 秦德此刻才惊醒过来 不管如何 即使儿子死了 也不能死无全尸啊 然而 带的那道光柱消失 刚才被袭击的地方 甚至二人战斗的武器 全都消失了 空无一物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星辰变》 由喜道公子和玄九为您播讲 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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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德牙关紧咬 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 过去的一幕幕 完全出现在心头 那一次 自己儿子 则问自己的场景 不断出现 我就是没用的 最没用的一个 无论我如何地努力 无论我修炼到什么地步 我永远都是最没用的 多好笑 这么多年 我修炼什么 我修炼了干什么 我修炼又有什么用呢 秦德心中有的是 无尽的伤痛 眼泪根本无法抑制地流了下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相广 武德 秦德陡然看向武德 刺客的秦德心中充满了仇恨 如果不是向广 如果不是那两个修真者 以自己儿子的实力 怎么可能会死 秦德不顾身体伤害 真原力涌动 手持长剑 便朝武德冲杀过去 原本和风玉子攻击力不相上下的武德 看到秦德如此疯狂杀来 顿之大惊 不管如何 秦德也是金丹前妻 而且还有中品名气 再加上此刻也在疯狂中的风玉子 武德当即驾驭飞剑 也不管其他 用最快的速度 一溜烟地直接破空而去 他攻击力极高 飞行速度也不是秦德他们所能追上的 看到武德逃离 急怒攻心的秦德 猛地吐出了一口鲜血 他的五脏六腑受得伤太重了 王爷 冷静 你冷静点 风玉子芒按住秦德 他知道此刻秦德的伤有多重 然而秦德眼中却是有着极度的恨 武德 相广 火器死 如今 我儿又死 相广无德 我秦德再次立誓 不杀了你们 我秦德 死无葬身之地 方兄 带我回去 一切计划提前 半年之后 定要准备妥当 我要带领百万大军 踏平他相家 灭了他相识一族 再让那武德 魂费魄散 秦德咬牙切齿 赤红疯狂的眼睛 让人感到胆战 傍晚 夕阳夕下 光芒虽然不刺眼 但是却照亮了整个大地 然而 镇东王王府中的一座庭院中 却是显得森冷 秦风秦正 徐元 风玉子四人 都坐在石桌旁 而秦德一人 却是背负着双手 站立在庭院中 仰头看着那一棵柳树 这庭院是秦宇 在王府所特有的独院 而这棵柳树 是秦宇小时候 秦德和秦宇 一起种下的 无论是秦风秦正 还是徐元 脸上都没有一丝笑容 小语死了 秦风和秦正 当初刚刚得到这个消息 简直惊呆了 他们怎么都无法想象 自己的三弟 就这么死了 而且还死无全尸 被一道雷电 哄得干干净净 秦风和秦正 依旧记得自己的诺言 他们要保护 自己的亲弟弟 然而 他们再也无法实现 他们的誓言了 一切计划 全部提诉 半年时间 正儿 半年时间 后勤粮草 武器铠甲等等 各种物资 是否能够完全准备好 背负着双手的秦德 他的声音 突然在空旷的庭院中响起 秦正眉头微微一皱 思考了片刻 还是点头道 半年 父王 粮草等物资 完全准备好 半年足够了 但是 再将这些物资 发送到各个军队 也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宽松点 八个月 可以完美完成 如果的确要赶时间 半年时间 也能够勉强完成 许元 半年时间 飞鹰计划中的步骤 是否可以完成 王爷 按照当初的计划 我们应该还有两年时间准备 现在 要加速到半年之内准备好 时间上 有点紧张 不过 这十几年一直在进行 如果加速 半年内 应该能够勉强启动一切计划的 好 秦德猛然转身 看着几人 如此 那稍微宽松点 七个月之后 发动全面总攻 按照计划 必须在半年之内 统一整个楚王朝 是 父王 是 王爷 秦丰秦政 以及徐元 当即起人 功声应命 反而 你马上赶回军队 军备物资等事情 全部交给正儿 军队的统一调度 就由我 来掌控全局 好了 大家一个个 都可以去办事了 秦丰秦政 徐元 当即功声离开 王爷 你应该多多调养修行 身上 还有伤 封玉子 微微摇头道 秦德又转过身 看着那棵柳树 调养修行 我有那份贤心吗 不踏平西域四郡 灭了相氏一族 杀了相广武德 让其魂飞魄散 我又怎么能安心修养 封玉子不禁苦笑 不过 他也不太担心 以王府中的灵药 再加上秦德此刻 已经达到金丹前期的势力 体内的伤势 一个月 便可以完全恢复了 王爷 我先回去了 你有什么事情 可以派人来找我 嗯 风秀请回 我就不出去送你了 封玉子点头 而后 便踏着飞剑 直接破空而去 七个月之后发动 半年之内 百万大军定要踏平西域四郡 灭了相氏一族 灭了相氏一族 秦德低声自语 眼中却是杀气凌人 滚 一声大喝 从屋中传来 屋外的相广 不禁身体一颤 这相广也是憋屈得很 一听说上仙归来 他就立即热情跑来 他想要知道 那秦德到底是死没死 从皇宫跑出来的一路上 相广心中可是一直在激动着呢 可是刚才的相广刚要说话 就被骂了出来 骂的 这个伍德 真可是将赤胜当给了他们 难道 他没有杀掉秦德 就回来了 这相广心里翻涌着 一阵阵怒气 但他却是知道一点 无论如何 都不能得罪上仙 毕竟上仙 可是他相家的靠山 赤胜丹 可是让武德二人 杀死秦德的奖励 如果没有杀死秦德 这相广 当然愤恨无奈 皇上 旁边的太监 立即躬身在相广一旁 滚开 相广大秀一挥 将太监挥到一旁 而后努力挤出笑容道 上仙 相广小二 今日本上仙心情不好 别来打叫我 武德一声冷喝 相广咽了咽喉咙 挤出干巴巴的笑容道 上仙啊 上次我不是将赤胜丹 送给前辈吗 请前辈帮忙杀死秦德吗 不知道 那秦德 是生还是死呢 不管如何 相广这个问题 还是要问的 而且相广也不相信 那个武德 敢杀他 砰的一声 房门被猛然推开 两扇门撞击到墙边上 长发飘飘的武德 满脸怒气地走了出来 眼中闪烁着愤怒 与怨毒 双眼凝视着相广 那相广被武德这副模样 吓得连连后退 别和我说什么秦德 此次接了这个事情 连我师弟都因此送了性命 你还敢跟我谈赤胜丹 还跟我说什么秦德 给我滚 别以为你是相家子孙 我武德就不敢动你 武德身上的怒气 犹如实质一样 压迫着相广 他师弟和他 两人相交数百年 感情深得很 此次武行的死 对武德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而且 武行当初收的五件 中品灵气短刀 也都被最后突兀出现的 一道光柱 轰得没了 此次一行 武德可是一点都没捞着 而且还死了师弟 他如何不怒 上线息怒 我这就走 不打脚上线休息了 上线息怒 上线息怒啊 说着 那相广吓得屁滚尿流 立即带着手下一班人马 逃离了武德的居所 实在是狼狈得很 相广回头 远看武德的居所 冷哼了一声 便立即赶回皇宫去了 无边洪荒 至今依旧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 洪荒的大小 欲使洪荒深处 天地灵气就愈加浑厚 同时 妖兽也就愈加厉害 在离洪荒边境几乎十万里的某一处 有着一个巨大的湖泊 在湖泊旁边 有一个巨大的山体建筑 那建筑高只有两层 差不多八九米而已 然而占地面积却是大的吓人 长和宽都是过百米 在这建筑内部之中 各大房间豪华得很 房间甚至有着乾隆大陆没有过的各种灯光 发出各种颜色 在这建筑内部一个空旷的大厅中 地面是纯银色 这纯银色的地面上 正躺着一个腹部有着伤口的青年 一个白眉入病的中年人 还有一只黑鹰 正是消失的秦宇 五行 以及小黑